新瓦尔强势出山了,据卡塔尔半岛电台报道,哈马斯6日发表声明称,新瓦尔接替日前遭暗杀身亡的哈尼亚,成为哈马斯政治局领导人,一时激起千层浪,得知消息后,美国和以色列都慌了,原因很简单,在哈马斯内部,主要分为两个派别,以哈尼亚为代表的温和派,和以新瓦尔为代表的强硬派。 哈尼亚领导哈马斯时,美国尚且有望通过调解促成加沙停火,而新瓦尔上台之后,以新瓦尔的强硬作风,或许加沙停火将会变得遥遥无期,美国很急,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,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迅速做出反应,希望能够和新瓦尔坐下来好好谈一谈,哈马斯不要做出极端的事情。 以色列很慌,以色列外长卡茨在社交媒体上表示,要迅速消灭新瓦尔,真是赖哈马打哈钱,好大的口气,话说回来,新瓦尔会给他们机会吗? 一、保送生新瓦尔,十多年前,内塔尼亚胡大概不会想到,自己的一个举动,会给自己的执政生涯,埋下一枚不定时炸弹。 2011年以色列和哈马斯达成一项协议,哈马斯用一名以色列士兵,和以色列交换一千名,被以色列囚禁的巴勒斯坦平民,初看这项协议,一比一千,怎么算都不划算。 可内塔尼亚胡自然有自己的小算盘,就算是一名普通士兵,我老胡也很重视,只要我继续连任总统,以色列人民一定是安全的。 在交换的过程中,内塔尼亚胡亲自上阵,从哈马斯手中换回了以色列士兵,并通过以色列媒体大肆宣传,捞取了不少政治资本,为自己的连任打下了基础。 但若是他知道,这一千名巴勒斯坦平民中有谁,内塔尼亚胡估计会毁清肠子,你没猜错,今天哈马斯新当政的一把手辛瓦尔就在其中。 辛瓦尔到底有多传奇,他1962年出生在加沙南部汉尤尼斯的一座难民营,从小生活艰苦,之后在加沙伊斯兰大学上学,并拿到了阿拉伯语学士学位。 在学校里,辛瓦尔也是一名积极分子,19岁时便因伊斯兰活动,被以色列当局逮捕,三年之后再次被捕。 然而其人生第一次发生了逆转,在第二次入狱期间,他结识了后来成为哈马斯创始人的亚兴,并赢得后者信任。 1987年亚兴创建了哈马斯,武侠小说中大哥创立帮派,小弟必然胜利成章加入队伍,现实中也是如此。 辛瓦尔自然而然也加入了哈马斯,成了亚兴的得力助手,只可惜好景不长,才几年时间,辛瓦尔再度入狱。 1988年,辛瓦尔因涉嫌杀害两名以色列士兵被定罪,这次坐牢持续了二十多年,还记得电影《萧生客》的救赎吗? 里面有句经典台词,你知道,有些鸟儿是注定不会被关在笼里的,它们羽翼太多目了,辛瓦尔的经历也和电影人物安迪类似,注定了是一只关不住的鸟儿。 在狱中,辛瓦尔并未虚度二十多年的光阴,他不仅学会了西伯来语,而且能流利地进行口语交流,还能熟忍地阅读以色列报纸。 很快辛瓦尔就成为狱中领袖,带领狱友与监狱工作人员谈判,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,任何有魄力有恒心的人,注定会不明则以一鸣惊人。 对于哈马斯而言,辛瓦尔总会机制,具有强大的领导能力,是哈马斯的救星。 而对于以色列政府而言,辛瓦尔无疑是灾心,以色列政府对囚犯辛瓦尔的表现给出如是评价, 有魅力,有领导力,有非同寻常的忍耐力,残忍,善于操纵,知足,狡猾,神秘等等。 一位对辛瓦尔熟悉的以色列少校如此评价他,他对以色列的了解,比以色列对他的了解要多。 如果不是2011年内塔尼亚湖的那场政治作秀,或许辛瓦尔会在监狱中度过余生。 然而现实总比戏剧更充满戏剧性。 辛瓦尔作为以色列和哈马斯换球协议中的一员获释,辛瓦尔岂是池中午,一遇哈马斯变化龙。 这下就该轮到以色列头疼了,作为哈马斯的元老。 出狱以后,辛瓦尔迅速受到重用,在哈马斯中生育日龙。 2013年,辛瓦尔当选加沙地带的哈马斯政治局成员,并于2017年起,成为哈马斯在加沙地带的领导人。 去年10月,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,哈马斯启动阿克萨洪水行动,火箭弹铺天盖地,以色列军事基地受到重创。 很多坦克,装甲车被毁,这一刻以色列全国大乱,陷入恐慌,阿克萨洪水行动的幕后指挥者正是辛瓦尔。 近些年来,以色列一直明理案例开展斩首行动,包括哈尼亚在内的众多哈马斯领导人或重量级人物,都遭到了以色列的暗杀。 作为哈马斯的重量级人物,辛瓦尔自然成为以色列的眼中钉,肉中刺,一直排在以色列暗杀名单的榜首,但每次暗杀,都被辛瓦尔成功躲过。 这次以色列斩首哈尼亚,本以为会让哈马斯群龙无首,进而冰盖如山倒,不曾想却无意中将辛瓦尔,保送到了哈马斯领导人的宝座, 投机不成18米,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,杀死一个温和派哈尼亚,迎来一个更加强硬的辛瓦尔,以辛瓦尔的形式风格,大概率不会和以色列和谈,对以色列只会有更多的报复和打击。 二、以色列上演大忽悠,拜登怒了,哈尼亚被暗杀后,虽然以色列没有公开对哈尼亚暗杀事件发表评论,但据美媒报道,有三名美方知情人士透露, 事件发生后,以色列立即通报了美国,称对事件负责,怎么理解呢?大概意思是斩首行动是我以色列干的,美大尔,你可要为我遮掩一二,如果哈马斯开始打击报复,你可不能断了支援,让以爹难堪,新一轮巴以冲突从开始到现在。 众所周知,美国和以色列已经是一根绳上的蚂蚱,一荣俱荣,一损俱损,在冲突中,美大尔要支援给支援,要弹药给弹药,父子子孝,偶尔内部有点小摩擦。 拜登政府也不敢对以色列太过指责,如今拜登政府会和内塔尼亚胡思破脸吗?从目前的状况来看,这种可能性不是没有,原因有两点。 第一是伊朗准备实施报复,此次哈尼亚被暗杀,最尴尬的莫过于伊朗,以色列多次对哈尼亚策划刺杀都未成功,偏偏哈尼亚到了伊朗,祝贺伊朗新总统就职,就被精准暗杀了。 俗话说来者是客,客人在自家被害,作为主人的伊朗,该怎么向哈马斯交代,该怎么向哈尼亚家人交代,以色列明目张胆在伊朗家门口搞大动作,是客人。 孰不可忍,不管结果如何,伊朗都得表明自己的态度。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艾哈迈迪安,接受伊朗媒体采访时表示,哈尼亚遇刺,抵抗之乎所有成员都会不予力参与报复行动。 至于报复的时间,伊朗没有名说,要打你,告诉你已经够一死了,时间就算了。 在斩首行动方面,伊朗这个惹祸精,也并非仅针对哈马斯,其他国家的领导人也在暗杀名单上。 除了哈尼亚,伊朗还刺杀了一名黎巴嫩真主党高级指挥官,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也表示, 针对以色列杀害巴勒斯坦人,以及黎巴嫩真主党指挥官的报复行动,将来自四面八方,抵抗之乎将予以报复回击。 如此看来,以色列可谓四面楚歌,现在即便是已跌,美国也不得不考虑后果,早就想甩掉这个累赘,大难临头各自飞了。 内塔尼亚乎该怎么办,是不是就这样胡了?第二是内塔尼亚乎再度忽悠拜登,内塔尼亚乎一日与拜登通电话,表示停火谈判正在取得进展, 以方已经派遣一支代表团,或许是被忽悠次数多了,拜登当场发飙问候了内塔尼亚乎,别再跟我胡扯了,二人通话不欢而散, 如今哈马斯强硬派新王二上台,必将为哈尼亚复仇,多行不亦必自毙,留给以色列的时间真的不多了。